國防預算在創歷史新高 明年將達到六千四百七十億元 總統賴清德表示 展現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由立委表示應對中共灰色地帶洗澡 但國軍恢復一年其異物業 至少增加一百六十億元的人員 維持費用 加上作戰訓練的作業維持費用 兩者恐怕會壓縮軍事投資費用 中共對臺威脅與日俱增 臺灣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總統賴清德接棒前總統蔡英文 連續兩年國防預算突破六千億元 門檻 明年高達六千四百七十億元 再創歷史新高 對此國防部先前說明 為了因應明年付款高峰期 針對國軍今年恢復一年其異物業 增加至少一百六十億元的人員維持費用 加上作戰訓練的成績 對國軍今年恢復一年其異物業 增加至少一百六十億元的人員維持費用 加上作戰訓練的作業維持費用 立委擔憂人為跟作為費提升 恐壓縮軍事投資費用 喊話國軍錢要花在刀口上 此外每年漢光演習 國軍都會演練軍機轉場 軍艦輸勃 強化東部戰力保存 但中共軍機近年襲擾東部外海 評刺增加 國防部旗號發布 真獲三十六架次共機 闖入防空識別區 ADIZ 其中有三十一架次漁越海峽中線 最近距離而軟比只有三十三海里 配合八艘次共艦繞胎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主戰機直升機飛到我東部外海 學者分析每年四到十月 是共軍演訓高峰期 不排除共軍演練空中加油 延長殲十六作戰半徑 直升機則從軍艦起飛 飛往東部外海 熟悉區域的水紋 進行戰場經營 記者黃子杰 張國良 台北報導 正好